偉大復出 跑寶貝跑爭杯 澳港杯賽馬日 週日月陽轉播 今年無論是女星還是我身邊的女性朋友 每個都趕著做龍媽媽 真是趕得了 對呀 人們說熟龍的寶寶會較聰明 你也說得出來 那就不用 每個人都今年生 那豈不是競爭很大 這些叫識者生存 連小馬都叫做 Go Baby Go 跑寶貝跑 不斷向前衝衝衝 何況是人 接下來星期六 偉大會拆騎跑寶貝跑 各族香港賽馬會社群杯 他四戰未逢敵手 當中有三象是杯賽 有機會呀 不過同場都有直路賽強手 紅英雄 一樣有威脅 講開星期六 前馬王連華生輝 將會在馬匹亮相圈 舉行榮優儀式 到時大家可以和這匹 一代馬王道別 記得留意 馬龍,我力撐到底 你剛才才剛才說 今年多人生孩子 又要爭床位 又要爭位讀書 不肯做龍媽 為何突然間轉態 我說不是生農B 我說的是 香港有幾匹馬龍過了江 那是不是都要力撐到底 接下來星期日 澳門哄仔馬場會舉行 澳港杯賽馬日 到時馬會會轉播當中多項賽事 馬迷都可以參與 至於當日最注目的 當然是港澳佛製賽 第二回合 1500米的澳港杯 我們今年派出多批賽區 去澳門參賽 分別有 魔幻大師 福治 普悠福 和嘉郎 大家到時記得幫他們打氣 大家好 我是港澳之王Vienna 在未來的賽日 我認為最值得大家留意的是 高東尼馬房的開心指數 這匹馬跑泥地千二米表現準成 出賽三次都獲得冠軍 接下來星期六 他又再次報跑這個路程 好大機會可以美夢重溫 對手方面 上次輸的小小的巴奇利 和太陽海岸都會在同場列陣 不過適逢蔡明少復出 人馬第五道合作 說不定可以再一次獲得冠軍 希望我的看法可以幫到大家 其實BB熟甚麼生肖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夠乖夠健康 最好切我手長腳長就可以了 要不要跑得快 也好 那不如你過兩年生馬BB吧 反正你的要求和馬的特徵差不多 接下來星期六又有日菜 那你回去做好多點的賽前準備 潛移默化之下 那你就成功了 那啊 那要看看接下來有甚麼BB爬行大賽 到時跑奶粉線回來也好 現在的媽媽真是趕成這樣